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提醒从今天开始一路到周末 水气会开始越来越多 主要就有机会是受到台风的影响 我们来看到现在实景画面是台北市区 今天早上现在温度是来到了26到27度左右 但是降雨之率还是五成的 就是因为今天水气都还是比较多 我们从今天的这个卫星零图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来说在我们附近 现在是有一颗热带型DCR的存在 所以水气比较多 在它逐渐往北的前进过程当中 包含从礼拜天开始一路到下周一下周二 会有我们的阴风面 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再来设施巨峰大雨 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次的热带型DCR 它的最新动态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一坨云系 就是这颗TD22 那昨天一直在告诉大家 它有可能成台的话就会叫做燕子台风 不过现在看起来有人比它还要抢身一步了 再来看一下西太平洋的这一颗热带型DCR 也就是TD21 目前看起来的话最快就在今天晚上就会生成台风了 那如果它生成台风的话它的名字就叫做燕子台风 那这颗TD22来说的话最快的话是在明天清晨就会生成台风了 那它如果生成台风的话是叫做山陀儿 所以目前看起来是这个热带型DCR对于我们台湾来说的影响性相较就是比较大了 从今天开始来说的话水汽就会开始越来越多 从低量将水预报图可以看得出来 包含像在下午时间北部还有在东半部地区都是要留意 容易会有午后雷剑影的发生 那到了晚上入夜的时候水汽稍微减少一些 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水汽就会开始越来越多 从外来几天的降雨上面的最新预报可以看得出来 包含像从明天开始一路到礼拜天受到东北风增强 加上热带型低气压它也许在明天就会生成台风的影响 包含北台湾东半部地区雨是越来越明显 那尤其到了下周一到下周三 会是未来这颗准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到时候桃源以北地区还有在东半部都容易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 以上这一节的最新气场